玉璃镇出身的艺人陈昭蓉创办的中华新联新基金会长期关怀社会弱势 今天透过现议员林玉芬牵线与日岁香带会携手做公益 香米代表除车除礼,请子载运2000斤的白米 发放给香内文件站以及部落弱势,令人感动 上周日香带会主席卢文腾率领代表同仁林家和赖炳佑 在现议员林玉芬牵线下与中华新联新基金会 出车又出力的将2000斤的白米载运回来后 许人在香带会大楼前广场进行发放 玉璃镇出身的艺人陈昭蓉创办中华新联新基金会 长期关怀社会弱势也积极回馈地方 今年透过现议员林玉芬牵线与瑞瑞相代表会 携手做公益,代表们也亦不容辞 出车又出力的支持社会公益 在监督乡镇之外也尽点绵薄之力推动社会公益 有这个机会由我们瑞瑞相民代表会来见证这些爱新民 真的是要感谢中华新联新 那个交通车什么都是我们代表自己 都是我们代表自己的交通车 代表三四个去搬回来 这样很累啊 还好啦 还好 能够做这个公益 公益的那个有意义的那个工作 代表会都能够接受 去年时任瑞瑞相代表一职的现议员林玉芬 首都与中华新联新基金会吸手做公益 今年则力邀她的老东家瑞瑞相代表会 一起关怀地方弱势 也协助白米的发放作业 除了发送给乡内部落文件站 也由社区协会 乡代表们针对各社区部落内的社会福利边缘 互为对象发送一包白米 让中华新联新基金会关怀弱势的触角 真正触及社会上真正需要帮助的社会弱势族群 记得石玉兰最组采访报道 至少 字幕终栋 必须